你好,欢迎收看10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潘哲宇 113年全国倚文竞赛在花莲 县长徐政卫今日在记者会宣布 113年全国倚文竞赛将在11月23号到24号 在花莲县名义国校宜昌国中 国立东华大学附设实验国民小学盛大办理 全国各县市的选手将齐聚花莲 以倚文雕琢互相切磋 现在许中会感谢教育部以及委员们支持你协助 让花莲能够承办全国语文竞赛 这次竞赛意义相当的重大 有了一年最多的语文项目 比尼语文界的奥运赛事 这次活动也加入许多花莲特有的文化元素 主视觉结合花莲食材与在地文化 那语文竞赛其实在每一年都相当的盛大 然而在今年我们特别结合了观光旅游以及文化 那将这个比赛一起来这个融造我们整个比赛 竞赛的整个期间 11月2526除了我们的这个来自于全国国小国中 以及我们的教师社会青年以外 还有高中的部分 这个一共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团队 那另外呢 这也算是一个语文竞赛中的奥运会 所以有相当多有上万个选手会来到花莲 然而我们也跟大家欢迎这个加油团 除了学校的加油团 家长的加油团 当然可以进来一人竞赛全家旅游来到花莲 欢迎政府祝福参加130年度全国语文竞赛所有选手们 尽情发挥潜能全力以赴 挑战自我 由专业立下成功的里程碑 让热情写下竞赛时尚最窗户的一页 让大家一起持续耕耘语文教育 让文化荣耀与生命记忆 以知以惧生生殷刻在花莲 记得终于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